广西玉林市福眠区福眠镇三社村的村民 多年以来保持着习武的传统 在村中有个名为存圣堂的武馆 最多时有超过100名村民在里面习武 近日记者来到三社村了解村民的瑕士梦 存圣堂前是一片开阔的空地 也是村民习武之处 堂内一脚摆放着未开阵的刀枪棍环 皆为村民练武所用 据了解三社村村民无论男女老少 每代人都习武 练习的武术为十八路庄武术 至今已有250多年历史 2014年南少林十八路庄武术 被列入广西壮族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八零后村民彭运福十一岁开始正式练武 在他的印象中 当时与他共同习武的同龄人就有一百多名 彭运福认为习武须先正三观 从小习武的生涯对他有着深远的影响 有盗窃或者被欺负的肯定会阻止 如果是双方有冲突的肯定会劝 毕竟怎么说你练武武术 你就感觉你就有那种胆量勇气去劝主 如果没练武术的话 你就会感觉到会害怕 你肯定不会去劝主 参加过多项比赛 获得不少奖项的庞运福 是三社村十八路庄全派的中青年代表 他曾参加过在桂林市举行的 第四届中国东盟武术节 与诸多东盟选手同台竞技并获金奖 我演练的是春秋大刀 然后成绩是得了9.73分 排名是金牌 有很多国家的 比如说那个澳大利亚的 马来西亚的 柬埔寨的 我们还合影了 玉林南少林十八路庄武术协会 会长卢嘉颖介绍 2017年以前 十八路庄武术从未有选手外出比赛 随着时代的发展 他们突破了成就的观念 开始参加国内外武术大赛 17年到现在 参加国内外的大大小小的比赛 到现在位置已经超过 1000多块金牌了 在福眠区福眠镇 第二初级中学 任体育老师的罗夏是个武术迷 从小习武精通十八路庄 2019年 他在该校田径运动会的开幕式上 即兴表演了一套十八路庄全发 获得全校师生好评 如今十八路庄武术操已成为 该校2000多名学生 每天大课间的一项常规活动 此外 在罗夏的主导下 这一套武术操被列入 玉林市福眠区校本课程 现在区里面也统一 那些中小学全部 把原来的课间超 全部改为十八路庄 他们都感到兴趣 都知道这个是强生 剑破的 每天都在练 每天大课间都下来练 练20分钟 跟着老师的节奏来 然后我们不懂的话 就会有老师亲自下来教 我比较喜欢学武术吧 我感觉学了 我会开心 然后和健康 据悉 玉林市是广西最大的桥乡 共有海外侨胞200多万人 归桥桥卷150亿万人 玉林南少林十八路庄 与东盟国家有着颇深的渊源 据不完全统计 现在分布在中国各地 以及国外的南少林十八路庄武馆 有600多家 其地子遍布中国广西 广东和港台地区 以及越南 日本 朝鲜 英国等国家